日本的RDF燃料廠 可以作为我们最好的借机 想想看 如果我们把国内乡间的一些焚化炉 全部用RDF燃料厂来取代 那很多垃圾在长途运输上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我们都可以把它节省下来 还有 如果我们拿RDF的燃料来混合燃煤 或者是完全地取代燃煤使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减少燃煤 这一类化石燃料使用的比例 当然 同时我们也可以 大大的减少了二氧化碳的采放 就像这样 另外 RDF的燃料 它水分的含量 比起一般垃圾水分的含量低 而它燃烧的效率 又高出许多 它燃烧时所产生的水蒸气 也比焚化炉来得高 因此 它可以更有效地来发电 至于工厂的设立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依据当地垃圾产量的多和寡 来做出相对应的设计